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看 韩雪因为在娱乐圈大肆宣扬 大家都知道她的家庭背景 尤其是她的爷爷 也正因为如此 韩雪天生有一种优越感 明明常年混迹娱乐圈 却还能说出自己不是娱乐圈的人 这种假清高 没想到却被丁泰生无情地巴扯下来了 丁泰生辣评韩雪 丁泰生增点评过韩雪 他原话是这样说的 在演戏的人里面 韩雪算是唱歌唱得不错的 在唱歌的人里面 他算是演戏演得凑合的 他还说 其实韩雪就是个普通人 他各方面的资质都很普通 但是他举手投足之间 那种优越感却很不普通 小编是因为在一档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上 丁泰生因毒蛇而出名 当初萨鼎鼎参加天赐的声音 玉皇灵合唱一首歌 结束以后被其他歌手和观众直呼太精彩了 简直是神仙打架 可是在点评环节却被丁泰生说成脚柔造作 不生动 还怀疑萨鼎鼎是假唱 萨鼎鼎当场被对得哭的 张绍涵多忍不住替萨鼎鼎出头 和丁泰生互对起来 还有好多丁泰生毒蛇的场面 总之丁泰生在圈内风评并不怎么好 喜欢把音乐分成三六九等 在他点评的那么多歌手中 他对韩雪的看法 是有史以来最正确的 韩雪其实很普通 明明各方面都不出众 却还有本事对外宣称自己是全能艺人 唱歌 演戏 甚至还是导演 只能说一句 虽然各方面他都涉足了 但是每一样都表现平平 因为他的家庭身份 闯荡演艺圈从来不拍吻戏 也没有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 前段时间他在无限超越班当导师 这就很令人疑惑 他的演技很好嘛 怎么能和吴振宇平起平坐在但是位置上呢 等他表演的时候 演技还没有学员身份的郑和惠子好 观众吐槽太尴尬 说唱歌方面 他出过专辑 发行过歌曲 倒只有一首飘雪还差不多 有传唱度 飘雪的原唱是韩雪 按理说他自己的歌 应该比任何翻唱的歌手都要好才对 今年乘风破浪的姐姐新一季开播 韩雪成为了姐姐中的一员 在舞台上唱了自己的代表作飘雪 过后 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对他的唱歌的评价 都很统一 他在高音都唱不上去 气喘不上来 导致高音变成了颤音 他自己还以导演自居 结果拍出来的短片遭到了李诚如无情的嘲笑 在一档综艺中 韩雪以导演的身份拍了一部超十位送达的短片 讲述的是一个外卖员的故事 中间得知爷爷去世强行催泪 短片放完之后他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 现场的导师都露出一种一言难尽的表情 无论是徐磊还是李诚如 甚至是观众 都对他拍摄的短片进行质疑 韩雪还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 甚至又又又提到了自己的红军爷爷 可是大家并不吃这一套 毕竟 爷爷这个名号用多了 就不灵了 徐磊更是直言不会对他说道 我们要看的不是你的故事 而是你拍的故事 变相地撕开了韩雪的遮羞布 但是韩雪却还要将爷爷挂在嘴边 说自己能给爷爷拍一个电影做纪念 看到韩雪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还在找理由 有一位导演直接很猛地点评出 这个微电影就是一个烂字 可能韩雪自己都没有想到 爷爷这个保护服 竟然有失灵的一天 对于丁泰生对韩雪的评价 已经很到位了 普通却不承认自己的普通 甚至在各种人面前展示自己的高高的优越感 他自己认为自己戏演得很好 可以当别人的导师 也觉得自己歌唱得也不错 简直就是上帝送给中国唱片和影视行业最大的礼物 可能韩雪是有优点的 但是却不多 还记得前几年在身临其境的舞台上 韩雪一人分几个角色进行配音 那个流畅度 让观众惊叹得起鸡皮疙瘩 可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喜欢给自己立人设了 在浪姐中 韩雪信誓旦旦是说自己很想接一个坏人的角色 突破自己 然后他又说可以没有人找他演 其他姐姐决定帮助他 让他现场演坏人 结果自己愣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 明明是自己搭的台阶 结果自己却下不来了 在他身上总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 明明就是一位普通的艺人 可是他却不愿意把自己归在艺人的角色中 丁泰生的一句话 撕开了他的遮羞布 毛毛控诉韩雪装高冷 韩雪尴尬假笑 话说江湖中的浪姐舞节目 热闹非凡 各个美女纷纷亮出绝技 争夺那浪尖上的荣耀 而在这群璀璨的星星中 毛毛和韩雪这两位小姐姐 可谓是独树一帜 让人眼前一亮 毛毛 这姑娘就像是一颗未经雕琢的宝石 纯真的让人心疼 她曾私下里悄悄地对韩雪姐说 韩雪姐 你知道吗 在没遇见你之前 我见到你都得绕道走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冒犯了你 这哈 虽说是实话 但苗苗也真是心直口快 直接把这大实话给说了出来 这前台词 不就是韩雪姐 你看起来好高冷 我都不敢靠近你吗 这话说的韩雪是哭笑不得 脸上瞬间切换成了尴尬模式 韩雪心里想 哎 我这高冷形象是不是太深入人心了 其实 韩雪心里清楚 她并不是那种主动外向的人 如果碰到不熟悉的人 她确实不会主动搭话 但要是环境让她觉得安全 舒适 她也能和大家打成一片 欢声笑语不断 为了给大家解释清楚 韩雪也是豁出去了 开始自嘲起来 你们别误会啊 我这人其实挺随和的 只是有点慢热 这些年我已经很努力地在变的外向了 你们看到的 已经是这些年来最外向的我了 这话一出 大家都被韩雪姐的幽默和坦诚给逗乐了 说到韩雪 她可是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 在料结屋里 她虽然没和其他姐姐们有过多的交流 但一旦和她同组 你就会发现她是个超级体贴男性的人 她甚至为了不和别人争抢厕所 宁愿在厨房的洗菜池洗头 洗完头后 还会细心地擦洗干净周边的灶台 这细节做得真是让人佩服 生活方面呢 韩雪也是自律地让人佩服 她从不吃薯片这种垃圾食品 在宿舍里通常都是吃黄瓜 牛肉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这习惯 让淼淼和蔡文静都跟着她吃起了健康餐 淼淼私下里还偷偷跟蔡文静说 哎呀 我这胃口啊 自从跟了韩雪姐都变好了 不过啊 虽然韩雪情商高 智商也高 但淼淼这情商 确实有点让人捉急 她之前在另一个综艺真人秀节目里就说自己不合群 总觉得和大家相处融洽了 最后还是被孤立 但这次在《亮节舞》里 她却说很喜欢和姐姐们相处 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这变化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淼淼这姑娘 虽然情商不高 但人真的很善良 真诚 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喜欢和娱乐圈内的女艺人来往 也不喜欢虚假和伪装 这样的性格 在娱乐圈里确实难得一见 至于淼淼和韩雪这两位小姐姐呢 她们都是娱乐圈的清流啊 不争不强 但博名利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追求 要是她们能成为好朋友啊 那可真是浪劫舞里的一大美谈啊 她们肯定会自然而然地欣赏对方 觉得对方是值得信赖的人 做永远的好朋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